好 各位同学 那么现在我们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这节课的课程中 我们就要对前面我们所编写的 这么大一大串方法 好多这个业务逻辑 做一个测试和验证 我说了这个订单的创建还是比较复杂的 我们一看我们这里写了多少个这样的方法 挺多的 这里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如果当你的业务逻辑比较复杂的时候 我们需要什么样是一个好的代码写法 就是你要把它拆成很多个方法 然后每个方法里面都有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业务逻辑 然后看这个方法名 就可以大概的知道你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的作用 比如说我们的snap order 为订单生成一个快照 比如说是make order number 生成一个这样的订单号 再比如说create order 创建订单 那么这些很多的方法都可以在一个主方法里面调用 我们的place就是一个主方法 然后尽量的保证我们主方法代码的简洁 也就是说可以保证我们place方法里面 都是对于其他的一些子方法的一个调用 这么说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样是一个流程化的操作 有时候我们看代码不要把每个代码的细节都把它给看完 看代码或者是说看原代码它是讲究一个层次结构的 先看一层 然后这个地方比如说我开始创建订单了之后 这里是我先大概的了解这整个步骤 第一个是要去get product by order 获取这个product的相关信息 然后做这样的一个订单量检测 然后开始创建订单 生成这样的一个订单快照 我们先把流程了解完整了之后 再去如果有兴趣的话 再去跳转到某一个方法里面 再来看细节 这个是读原码的一个方法 很多同学都比较喜欢读原码 那么原代码其实读起来并不是这么好理解的 一定要掌握正确的方法 好 那么定义很多此方法的另外的一个好处就是复用 我们到后面去讲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有些方法 我们还需要在别的模块里 在别的模型里面再来复用它 所以说如果你把这些create order 还有像这样的一些snap order 全部都直接频布到这个place里面的话 你想让place方法有多长 别人看起来有多困难 而且下次你如果想复用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place里面的某一段逻辑 是需要被其他方法调用的怎么办 那别的这样的一个模型是不是就没办法调用了 因为你都把它写到主方法里面去了 好 那么这个是一个题外话 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 好 那么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控制器这里 我们下面来测试和验证一下 我们的新增的下单接口 好 那么要验证这个接口 我们还是用我们的自己编写的这样的一个小工具 来测试 然后我们这里没有 我说一下 我们这里没有单独的这样的一个下单的接口调用 我们是在支付里面来做的这样的一个下单 为什么呢 因为支付和下单 它是连续调用了好几个接口 我没有把它单独的写在一起 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支付 但是我们现在呢 只是讲到了下这个订单 那么在这个支付的这个方法里面 配方法里面呢 它会自己的自己呢 先去调用这样的一个下单接口 然后根据下单接口的返回结果 再来决定是不是要进一步的支付 所以说 但是呢 我们呢 可以先看这样的一个配方法里面的下单这一块的逻辑 好 那么啊 首先啊 我们如果啊 要调用我们的下单接口的话 那么我们首先 我们说了 我们在这里呢 是设置了令牌 是设置了这样的一个权限控制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我们一定要设置令牌啊 一定要设置令牌 一定要携带这个令牌啊 携带令牌的时候 大家注意啊 一定要首先点一下申请令牌啊 点了申请令牌了之后啊 我把这个地方机制锁一下 申请令牌在哪个地方 看一下 Guy Token啊 Guy Token啊 它呢 会到我们服务器 首先调用这个令牌的申请的接口 然后呢 它会把这个令牌啊 它会把从服务器返回的令牌 来保存到我们小程序的缓存里面啊 这个呢 我们到后面讲小程序的时候再说 大家只需要知道啊 你在调用支付结果或者是上单结果之前 一定要点一下这个申请令牌啊 然后呢 缓存里面呢 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令牌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小程序这里呢 是可以看到我们申请的这个令牌的啊 看一下啊 在哪里 看好久没写小程序了啊 在这里啊 Storage下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看见没有啊 Token呢 就是会保存到这个缓存里面来啊 好 你点了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再点这个支付了 支付这里的第一件事情啊 就是去缓存里面啊 读取这样的一个令牌啊 Guy Token Storage S3NC啊 好 请求这样的一个订单接口啊 看见没有订单接口 这是BaseURL和order的加起来啊 我们看一下BaseURL 我们在这里前面这里定义了啊 在这里定义啊 这个文件的顶头啊 Z.CNAPI V1 好 这两个合起来呢 就是我们订单的结果 好 然后注意看这里啊 怎么传称啊 Talking啊 Talking是我说过了啊 令牌是在Header里面传递的 对不对 好 这个Data的定义是什么 定义我们所需要传递的 这样的一个订单的 Products的相关信息啊 大家看下这个数据结构 这个数据结构是不是和我们啊 每次去看的这样的一个 Other Place里面是一样的啊 这里我写了三个啊 但是呢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我们提交的是两个啊 分别呢 是这个订单上面呢 包含这个ID号为1的商品 和ID号为2的商品啊 他们分别的需求是一个啊 我们改一下吧 呃 它需要两个 然后呢 它需要三个啊 我们这样测试一下 好 后面呢就不说了啊 后面的这个我说了啊 后面的方法呢是 呃 支付的啊 我们主要首先看一下啊 调用了这个接口之后啊 呃 调用前面的这个 Header里面的这个 会一个屏蔽啊 我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主要啊 就是下单了之后 Sixis方法里面呢 会得到一个 服器返回的结果 RES啊 我们主要这一部分呢 就是把这个RES 打印出来看一下 后面这一部分呢 是支付的相关的内容啊 我们还没讲到 那么我们呢 把它屏蔽一下 好 我们主要看这个地方的 调用的一个结果啊 好 咱们一步一步的测试一下啊 我们首先看一下啊 如果不携带令牌啊 会有什么样的 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我这里呢 已经写 已经开始我已经点申请令牌了 对不对 那么呢 缓存这里呢 是有这个令牌的啊 那么我们把它删掉 好 那么现在缓存里面 没有令牌了 也就是说呢 我这里呢 是读不到令牌的 好 然后呢 我们啊 再调试这里啊 看一下它的输出值 选console这里来啊 好 我们点一下支付啊 好 你看见没有 因为我没有携带令牌 所以talking过去或无效啊 没有用 不让你掉 好 这个时候呢 我再点一下申请令牌啊 然后就拿到了这样的一个令牌 好 拿到令牌之后啊 我们呢 再点一下支付啊 好 这里呢 就成功的掉了我们的支付接口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地方的订单 酷素量检测 没有通过 它返回给我们的一个啊 一个消息啊 这个消息就是我们所定义的 订单库存量检测 没有通过的时候的一个返回 结果的形式啊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啊 pass这里呢 被定义成了 被定义成了false啊 表示没有通过 好 total content的数目啊 这个是正确的 大家记得我刚刚的在那里把它改成了 一个是 一个 一个商品买两个 另外一个商品买三个 所以是 然后由于我们每一个设置的这样的一个 商品的单价呢 是0.01元 所以说呢 这里呢 合计的是0.05 这都没有问题 好 那么我们说一下 为什么啊 还有啊 这个order ID啊 当这个库存量检测 没有通过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设置的 这个也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这个地方有点小啊 大家呢 仔细听我一个人的描述啊 或者说呢 你拿着这个工具啊 实操一下 好 那么啊 我们看一下 为什么定乱库存量没有检测呢 没有 没有 没有通过呢 我们的这个消息里面啊 强大就强大在什么地方啊 不仅仅是告诉你 没有通过 它还可以告诉你是哪一个商品没有通过啊 点这个pstateserror啊 这下面呢 有两个object 我们分别看一下啊 每个object呢 代表的是一个商品的一个定乱库存量检测情况啊 第一个呢 是芹菜半斤 第二个是梨花带雨 我们很明显看到啊 芹菜半斤呢 是有库存的 它的high stock呢 是cho 然后呢 梨花带雨呢 它的high stock呢 是force啊 说明了梨花带雨的这样的一个库存量检测 没有通过就在了 好 那么我们接着呢 到数据库里来验证一下 好 看一下product的表啊 芹菜的库存量是998个 所以说我们买两个三个呢 肯定是有库存的 但是关键是梨花带雨啊 梨花带雨的这个stock啊 库存量呢 它是零啊 所以说呢 这个结果呢 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好 那么啊 库存量检测不通过的这个呢 我们测试完毕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我们现在呢 测试它 有库存的情况下面啊 能不能正确的下单 好 我们同样呢 把这个梨花带雨呢 改成998 好 OK 然后啊 我们呢 再点一下指数看一下啊 把之前的结果清除一下 有令牌是吧 然后呢 点一下指数啊 好 这里呢 成功生成了啊 Order Number A5311 这个已经生成了 Order ID啊 是1啊 1肯定是 1呢 是这样的一个组件信息啊 Credit Time 创建时间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啊 数据库里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Order上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值呢 我们刷新一下啊 有了对不对 创建成功了 好 我们等会再来详细的看一下这个信息啊 然后呢 就看一下Order Product啊 两个表我们都会插入信息 对不对 有没有啊 刷新一下 有了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所获取的 说的 这个呢 就是啊 这个订单下面的相关商品的信息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Order ID都是一组来关联我们的1号订单 Product呢 ID呢 分别的是1号商品和2号商品 然后Count也是符合我们预期的啊 买了两个和买了三个 好 那么我们呢 重点来关注一下啊 Order上面的一个 我们说的快照的相关信息啊 我们可以看到快照相关信息这里啊 先看snap image啊 snap image呢 我们选的是这样的一个 呃 芹菜的它的图片 然后snap name啊 snap name我们可以看到啊 由于我们买了多个对不对 所以说是芹菜半斤等啊 注意看这里啊 等 因为呢我们不只买了一个啊 因为我们不只买了一个啊 因为我们不只买了芹菜啊 我们还买了梨花带雨 所以说snap name呢 就里啊 有一个等字啊 这都是符合我们预期的啊 total count的5没有问题 好 然后我们再看snap items啊 snap items呢 我说了啊 这里呢 保存的是啊 这个订单下面 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商品的一个信息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里呢 被序列化 成了一个接生自负串 并且能存到的这个字端下面啊 好 同理啊 这里有一个snap or chance snap or chance就是啊 我的这样的一个收购的地址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在u-dial chance上面 是不是 有这样的一个地址啊 好 我们再回到这里来啊 好 那么啊 这说明呢 我们的这个接口呢 初步上 初步上来说的话 没有什么问题啊 都是符合我们的预期的啊 auder和auder product的表里面啊 都成功的啊 都成功的 插入了相应的相关的信息 好 但是呢 还有没有问题呢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呢 我是要单独拿来讲的啊 因为呢 这是一个知识点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啊 credit time这里啊 竟然出现了奇怪的 1970年1月1号啊 8点钟啊 这个是为什么啊 这个是因为啊 我们的数据库里的credit time啊 是没有值的啊 因为它是空 所以从tb5框架啊 在返回的时候呢 自动的啊 把这个地方 格式成为一个默认值啊 1970年 这显然是不对的啊 这显然是不对的啊 那么啊 我们这个credit time啊 包括我们的这个 update time啊 delead time啊 它到底应该 怎么样的去写入它呢 我们在创建这个订单信息的时候啊 我们并没有单独的 对这个credit time复制 对不对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代码 你看啊 我们在credit audit的时候啊 对这个ueraid total price total count都做了复制 但是我唯独没有对credit time复制 对不对 为什么没有在这里复制呢 这是因为啊 tb5有更简单的方法啊 来对这个credit time呢 做这个自动的一个写入啊 好 那么啊 关于这个自转的自动写入啊 我把它单独做为一个小节啊 因为这个知识点用的 这个知识点呢 比较重要 也用的比较多 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啊 还是对这个信口来做一个测试和验证 并且呢 我们再一次的啊 教了教大家如何使用 我所编写的这个小工具啊 呃 这个小工具呢 其实啊 大家呢 要灵活一点啊 我 我写的是这么多重的 那么大家呢 其实可以在这个工具的基础上面啊 去做进一步的扩展啊 这个呢 相当于给大家提供的一个 呃 基础框架啊 好的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